东亚杯赛事将近足以这方面临时是更改了出征该将赛事的球员名单 具体的情况就是由原来的国度U23变成了一支名为国度选拔队的队伍 至于新参赛队的成员分部 目前已经是敲定了总体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国度队伍的老队员 第二个部分是当打之年的潜力国脚 第三部分就是国度U23的士林优秀球员 据悉足协已经是签订了一份近50人的集训名单 其实足协更改出征东亚杯阵容的目的非常明显 一方面足协希望通过这项赛事会加入国族的新浪交替工作 另一方面足协希望国族能够在比赛中尽可能的取得胜场 从而帮助球队在亚洲排名以及世界排名上有所提升 但是咱们话说回来 这份名单对于中超俱乐部山东开战而言并不有利 那极有可能也会影响他们接下来在中超联赛上的成绩 因为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 山东泰山至少只有5名球员在国度选拔队的人员名单中 这里包括边前卫陈浦 中锋方号郭天宇 前锋刘国宝 中场阿卜都拉末 甚至可能有王大卫 廖一生以及刘洋 那如果以上大部分球员都跟随国度出生路亚杯的话 山东泰山第二阶段的赛程必然会面临人员紧缺的危机 再加上教练郝伟执着于两云七飞的战士说 在球队少了前场支点和边路发起点的情况下 真不派出山东泰山会在基本榜中坠落中下雨 那相比之下上海海港极有可能在中超第二阶段开赛后获得优势 因为据知情人爆料 海港队是经过一个球员入选的东亚杯名单 他就是球队的边后卫张林鹏 而且虽然走了张林鹏 但是超级外战奥斯卡将会回归队伍 所以海港队并不损失 另外从实际情况来看 上海海港阵容中现存多名国家 不然道理而言 他们也本应该多选几人 所以这情况就不禁让部分球迷产生质疑 认为陈玄就是有益的在让上海海港在联赛中获得优势 那各位球迷朋友对此您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看到